那你要答应我 你要好好保护自己 不要再受伤了 你上次去找小姐的时候 花了好长时间 我好担心你 以后就不必为我担心了 小莱迎 姚真的不必为我担心了 嗯 把我忘了吧 讲到一场梦 什么意思啊 我不能和你成亲 也是 你是龙王 我只是个凡人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 我必须和你家小姐成亲 小姐 为什么 提醒龙王 罗峰阁之约 绝不可让凡人知晓 否则知道此事的所有先与凡人 将同受到天庭严宠 之前说的话 只是误会 不必放在心上 我知道 这是我 龙王大人 你竟要和小姐成亲了 我们 男女说说不及 你跟小姐 都是我最重要 最重要的人 我最重要的 你也在心痛吗 你懂什么 我当然懂 我看过的戏可多了 我知道你心痛 刘盈姐姐也是一样 因为你们明明彼此喜欢 却又不能死守 这复制 这个容貌 天上 地下 人间 真的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队主 清清确实不见了 只是他法力全无 如何能走出罗峰阁姐姐 他不在 罗峰阁安静多了 要我带人去把他抓回吗 罢了 小姐 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我已经完全好了 真的 这次啊 多亏了龙王大人 听说他为了我 还跟天上的仙人打起来了 龙王大人 对小姐真好 灵云你知道吗 他还跟我说 要娶我 龙王大人一定是个好夫君 恭喜小姐 可是你说 爹娘会不会不同意啊 我记得老爷说过 他小的时候 被一只虎军所救 所以一直心存感念 夫人 又一心向佛 从来都是与众生为善 我想 他们一定会和小姐一样 觉得龙王大人 是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的好人 是啊 而且龙王大人还说 婚后会搬来我们夏侯府住 那还和原来一样啊 一点都没有变 对吧 小姐 我先把碗拿下去 这些说的话 只是误会 你不必放在心上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那么说 但我知道那不是你的真心话 谢谢观看